六點 下一點 三點 那我都給你 那這個是透明的 這個 對 OK OK 大家好 我是吳冠儀 然後 我今天的主題是做你喜歡的教室遊戲 喜歡你做的教信物 然後 當我們在做我們自己喜歡的事的時候 其實是很開心 然後很輕鬆的 那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會被 就是外在的逼迫 然後去做一些我們不喜歡做的事 可能是工作或者是讀書 然後之類等等的 然後 可是當我就是 轉換了心態 然後去享受就是每個當下的時候 我會覺得其實還蠻開心的 像我 以前會覺得說工作好辛苦好累喔 就是為了那份薪水的 可是 當我轉換了一下心情 現在我在工作就會覺得說 跟同事 就是一起流汗一起工作 然後一起完成 完成事情的那個成就感 其實是蠻 很滿足的這樣 然後 再來我要講一下就是 當在實習的 在實習之前其實班上 我們班上有很多人 就是大部分的人是選擇 就是考研究所 然後還有另外一部分的人是 就是 他 決定就是不打算從事海上生活 他們想要在 就是留在那裡上工作 所以小部分的人是 就是像我一樣就是在 決定出來實習 然後 其實當時的我看到的是一個 機會 然後我覺得說 好棒喔 有一個 就是在學校 大學生涯的最後一個學期 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出海實習 然後 有學分拿 然後又有薪水嶺 然後 然後又可以出國玩這樣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機會 然後 所以我耳朵就有一個聲音 叫我 去吧你就去吧這樣 所以我就去出海實習了這樣 然後 這是一艘 就是這艘船是我 我的那個上輪實習的那艘船 他的中輪名是在菊村輪 然後 他的英文名叫望海五一騎 望海就是我實習的船公司 是望海航運 然後 他的全長是259公司 然後 全寬有37.3 然後載重量是4600個 就是貨櫃 就一般你們在路地上看到那個連結車的貨櫃 他可以裝4600個 就是滿載的時候 然後 然後 如果沒有概念 就是 不了解的人 就是 其實很難 就是 會覺得很壓 因為這麼大的一艘船 其實我們所有的員工加起來 只有21個人 就是要管理這麼大的一艘船 然後 這個是我們的航程 對 然後 這是高雄 我們出發點是高雄 然後再來是蛇口香港 然後寧波上海 然後接著是走高緯度 到那個墨西哥 然後再來是那個 瓜地馬拉 然後哥倫比亞 然後秘魯 然後二瓜多 然後最後回到墨西哥 就是我們 買一些就是 那個食材 就是我們要吃的東西 要用的東西 然後再走 就是經過次道這樣 然後回來 對 然後 這樣的一個航程 它要 足足要70天 然後最長的水路有 將近20天 然後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20天 然後就是 沒有網路好了 你們沒有手機 然後沒有網路 然後 對 可能一個禮拜受不了了 對我當初也是 真的很受不了 就是覺得哇 好想要聯絡 聯絡朋友 聯絡家人 但是沒有辦法 然後這還是就是 這還不算是嚴重問題 就是 我在船上遇到的比較嚴重 比較 嗯 比較特別的狀況就是 因為我們在船上的 那個 配件壞掉了 有一個緊急配件 它已經 就是 快將 快要爆銷的狀態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它 就不能航行了 但是我們是大海中央 然後 所以我們在的時候就是 發了電報給公司 就是請它 將 將那個配件送到墨西哥 然後 我們就是 一靠墨西哥港 就是馬上把那個零件換上去 對 因為 如果在大海中央就是沒有 就是你的船壞掉 你不能開的時候 你就要請援揚拖船過來拖 然後這樣 這損失其實 對船公司來說蠻大的 可能有幾百萬吧 對 因為你拖船要錢 然後你的 就是你的 商業的上面 那個 鑽結上面 商業的損失也是蠻大的 然後 最嚴重的問題其實是 受傷 這是蠻慶幸 我沒有遇到 就是 因為在大海中央你受 如果你受了什麼 致命性的傷 其實沒有辦法 立即的送醫院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 請直升機來救你 因為 直升機的 就是航程沒那麼長 他可能飛得過去 飛不回來 所以就是 就是我們每個人工作的時候 都非常小心這樣 然後每個 就是船長啊 他們都會說 攻安全地 然後就是 對 這是比較嚴重的 然後 其實別的船有出過事情啊 但是 還好我們船沒有這樣 然後 這是 主要 我來簡介一下 那個 船上 人員主要是分 那個 加班部跟機場部 然後 船長底下有 大副二副三副 然後他們是主要是工作是 負責規劃航線 然後 那個 躲避颱風之類的 然後開船 設定行期 然後 機艙部的話 主要是那個 就是分 機艙部的那個 頭是 輪機長 然後再來是 他下面有大管輪 二管輪 三管輪 然後我們一樣就是 他們是負責就是 機器的 定期維修保養 然後 其他人就是負責協助這樣 然後像 那甲板部的 他們就是負責 一般的情節作業 然後我們的機艙也是一樣 然後我是器艙部的實習生 下一張 下一張 對電 你的機器要對電 對電 對電喔 抱歉 然後接下來是我工作的一些照片 然後 我先講一下那個溫度計 那個溫度計 現在大概有 38 39度 然後那個溫度計 那個是 那個溫度是 就是我電梯一坐到機艙 門口一打開 旁邊那個溫度計 就是38度 39度 它是我們 就是機艙的室溫 然後 如果你站在機器旁邊的話 它溫度會更高 最高的應該就是鍋爐了吧 它鍋爐溫度大概 在旁邊有50幾度這樣 然後 這是我們的那個引擎的主機 然後 這邊是發電機 然後 這是我們機控制 控制室 然後 就是 這是我們機艙最涼快的地方 因為它裡面有冷氣 然後 我們休息的時候 就是進去喝個水啊 然後吹個冷氣 然後再出來工作這樣 然後 這是我們工作的一些照片 就是 上面這張是那個 我們在清那個 發電機的滑油 就是 如果騎機車的人都會知道 就是 騎機車到一定的立場處 就要換那個機油嘛 然後發電機也一樣 但是 運行一定的那個 時速之後 它要換它的 換上新的滑油 然後就要把裡面清乾淨 然後 這是我們在清那個 油櫃 我們把整個油櫃的油抽乾 然後 人 整個進到油艙裡面 然後把生鏽的地方打磨掉 然後再塗上牛油 然後 這一個是 那個 油泥就是 我上船之後才發現原來 船上燒的油 是這麼黏 這麼脹 它真的幾乎是 瀝青的那種狀況 然後 它是 就是 因為 船上的油都有沉澱骨 然後我們就是 油櫃 然後要定期做清理 這樣 然後接下來是我的海上生活 好 這是我的房間 我第一次進到我的房間 真的是差很多 因為 剛剛Frank講的那個 綠英跟他的房間 真的是 不可比啊 真的是 然後 因為他們以前的那種 就是我們之前十幾的房間 四人一間 然後根本沒有書桌 你根本沒有什麼空間可掩 然後我第一次見到的房間 哇 有自己的套房欸 真的是 嚇傻了我 對 然後這是我們的飯廳 神桌 然後 神桌 對 我們神桌 因為我們船上 每一艘船都有一個神桌 然後拜的是媽祖 然後 連大陸人也拜媽祖 滿氣 這是我滿訝異的 為什麼大陸人拜媽祖 然後 這是我們的廚房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的廚房就是 全部採電熱式 因為 怕有火災 所以全部採電熱式 它的缺點就是加熱超慢 所以煮東西要煮超久 然後 這是我們的健身房 然後 健身房 也是 就只有大家看到的 就是一台慢跑機 跟一個乒乓酒做 然後 其實大家 平常在船上工作 已經很辛苦啦 所以 會去健身房才不多 然後我自己也只是 會去慢跑而已 或會去打乒乓球 沒關係 幫我點好了 沒關係 你可以幫我點下一頁 沒關係 你可以幫我點下一頁 欸 有了 有了 好 謝謝 然後這是我們的娛樂間 就是我們 團員會在這邊 唱歌 大拍這樣 然後裡面有DVD 然後我們還有一台Wid 大家可以一起玩這樣 就是我們船上休閒其實很單純 就只是這樣而已 然後 這是我們過年的時候加賽 因為我是今年1月20上船的 然後 上船沒多久就 馬上就過年了 然後 這是我們過年的時候 加賽的行星 然後 接下來是我們 這樣上面 因為 因為 航行20天 終於看到陸地 你真的會有這種感覺 就說 是陸地欸 然後 這是墨西哥的那個 超市 對 然後我們 第一次靠港的時候 我就是 衝上去一定買一堆吃的 有的沒的 什麼東西都買這樣 用得到用不到都買 然後這是 秘魯的一個Shopping Mall 然後 這個是我的三館 最後是我們三館 也就是學長啦 對 然後 他們都是講西班牙文 所以其實 英文根本用不到 過去還是這樣 比手畫腳 不過他們很熱情 他們就是看到陌生的 都會這樣 HOLA OMIGO HOLA 還滿熱情的 然後 我自己在船上 因為 沒什麼 就是沒什麼休閒 然後我就在這邊拍一些照片 因為船上有很多 很不一樣的 陸地上看不到的奇景 像 在 今年中秋節的時候 我在船上 然後 第一次看到 就是 月亮亮道 就是打在我身上 我可以看很清楚 我看到我的影子 這樣 然後整個海面上也是被 月亮 就照得很亮這樣 就覺得 哇 對 這種這些景象都是 在陸地上 可以照去月亮嗎 這個 這不是 因為我相機太爛了 所以 我就沒有拍月亮了 這樣 那個是日出還是夕陽 這個嗎 然後 這是我在船上拍的一些 就是 作業信息 然後 這是我們萬海的那個 公司的LOGO 然後 這個是 這個是我 那個 大家猜猜看這個是 日出還是夕陽 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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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發現我都沒有拍日出 因為太早了 我起不來 所以我只拍了夕陽 我沒有拍到日出 然後 這個也蠻特別的 這個是我就是 就是在航程結束 然後 在下一個航程開始之前 這中間有一個空船的席 然後我們就是 把所有的貨櫃全部卸下來 然後空船出來 等待下一個航程的開始 然後這是在高雄外海 然後這是八五大樓這樣 然後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的船上 一個貨櫃都沒有 然後 其實在 在這段實習期間 我 我看到了 我學到的東西就是 我看見了很不一樣的人 因為我們船上的人 有印尼人 緬甸人 然後 大陸人 然後 其實 他們上船的原因 大多數都不是因為興趣 是因為生活 因為他們要養家活口 然後他們在陸地上 沒有辦法 就是好好的養我自己這樣 然後 就是看到他們 我就覺得 我們是很幸運的 我自己很幸運 然後我也覺得台灣是很幸福 然後 因為 我們有很多 很多種選擇性 我們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然後 可能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可能沒辦法賺很多的錢 但是 到時候我覺得還至少還可以 就是 可以養活自己 可以 可以滿足自己的那個 就是生活需求這樣 然後 第二個 我 就是 感 體會到的是 就是 因為在船上 在一個有限的空間裡面 你能做事 真的很少 然後 因為我會常常的 就是在船上 我也會偶爾想要 跟朋友去看電影 也不行 然後 想要吃美食也不行 然後 當我就是 一切慾望都不行的時候 我就是 隔開那些雜念 那些慾望 然後 然後 反而更看清楚 自己 就是 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然後 真心想要的是什麼 對 然後 在未來的 未來的 方向 我會有更明確的 更明確的目標這樣 然後 我的 今天也要到這邊 謝謝大家